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名字有点绕口的书 大家就会明白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文史大家陈寅雀的钢顶之作 整本书分析了隋唐两代王朝制度的来源 直到今天 依然是人们认识隋唐两代历史的重要门境 书中的研究方法也奠定了早期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调和模式 成为了后来许多著名学者的范本 这本书的作者陈寅雀 出身名门 祖父陈宝珍是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丽 是晚清诗坛领袖 他自己也是博学多文 曾游学多国 通晓十余种语言 民国初年 陈寅雀任教清华大学 是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他的身世和文化品格 也是前几年的媒体热点之一 北大历史教授张凡曾经说过 历史研究有点像官员断案 换句话说 历史研究其实和推理小说相似 都是根据零散的线索来还原本来面貌 隋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经典之作 我们知道 隋唐两代之前 中国历史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经历曹魏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后 随着五湖乱华 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多个政权 而统一北方的北魏 后来又分裂为东魏西魏 东魏西魏又分别让魏给北齐和北周 在南方南朝的宋替代了原先的东晋 与北方对峙 后来又相继出现了齐梁和陈三个王朝 二十四史中记载这段时代的正史多达十四部 然而走出这段复杂的历史分裂期之后 出现在人们眼中的是一个繁盛而强大的隋唐帝国 究竟是什么让隋唐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接下来 我们将打开隋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以及解读高度发达的隋唐制度 是怎么从魏晋南北朝发展而来 我们常说 隋唐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代 灿浪辉煌的隋唐文化 辐射东亚影响至今 那么这些大方异采的礼乐制度 是怎样诞生的呢 我们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段五湖乱华时期 北方汉人世家大族 为了躲避战乱 举家难度 在南方重建政权 占据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 文化上比较落后 虽然也有一些汉化改革 但由于力度太小 加上政局动荡成效都不大 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 全面推行汉化 局面才彻底改观 孝文帝经过一番努力 在北魏朝廷中 确立了汉人礼乐 官职和法律的地位 后来北魏分裂 北方陷入战乱 分裂的政权 没必要去改动这些 行之有效的制度 于是 他们被各个政权沿用 最终也被隋唐两代继承 从隋唐制度的六大类别来看 这一来源 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以上 陈英却在简单说完 隋唐制度主要来自 北魏和北齐后 几乎把所有的篇幅 都拿来去说另外一件事 北魏的这次汉化 他的知识与方法 并不源自中国北方 而是南朝的宋和齐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东晋灭亡后 熟悉魏晋以来 典章制度的 南渡贵族家庭 有的又回到了北方 这种南渡又北规的现象 牵扯到不少南朝高层人士 他们在孝文帝改革时 受到重用 这批人中的代表是王肃 陈英却认为 他是北朝制度转变的枢纽 那么 王肃这样一个南方人 怎么就成了决定北朝制度的 关键人物呢 旧时王谢唐乾燕 这句话 你我可能都听说过 王肃就出自其中的王家 狼牙王室 东晋时有个俗语叫 王与马 共天下 说的呀 是狼牙王室 和皇族司马氏 共治天下 狼牙王室 不但在政治上 左右朝局 在文化上 以人才辈出 我们熟知的 书圣王羲之 就是出自这一家 同时 王室的母亲和夫人 出自谢家 陈俊谢氏 这可是东晋 南朝以来的 一流贵族家庭 他们两家熟悉 魏晋以来 朝廷最核心的典章制度 并以此为家族秘籍 一百多年 出将入相 世代高官 但不幸的是 王室的父亲和兄弟 因为政治斗争被杀了 他被迫逃到北方 那一年 孝文帝把都城 南迁到了洛阳 一个向北 一个向南 他们在洛阳相遇 贤财欲民主 王室几乎倾其所有 用自己烂熟于心的 魏晋制度改造北魏 为什么王室的加盟 会放大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力呢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陈云却在讲音乐制度时 也提到过 太和十五年前后 孝文帝连下了几道诏书 寻访熟悉音乐的人才 他确实也找到一些人 并且还找到了和王室一样 由南入北的贵族 但一拿出来和南方正宗的 华夏之音笔 却差得很远 这时候王室出现了 大家想想 王室何许人也 他从小就听这些东西长大 在王室几岁时 他父亲 他外公 就拿着家里传下来的 礼乐书籍教他 什么时间要安排多少人 站在什么位置 各自拿什么乐器 演奏哪段曲子 这些制度 并不是所有世家大族都熟悉 但王家和谢家 无疑是最了解的 后来继承北魏制度的北齐 几乎全盘照搬北魏的做法 同样礼于王室这样的人物 比如我下面要说的这位 这个人的书里没怎么提 但大家可能都听过 《严氏家训》的作者 严之推 严之推的祖先 是追随东晋皇室渡江的狼牙严氏 后来他辗转到了北齐 北齐一看 来了这样一个牛人 十分重视 严之推的家族和其他 由南入北的贵族一样 在政治文化等方面 对北齐甚至之后的隋唐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唐太宗晚年 重要的赤囊团成员 给汉书做著的那位 严师谷 就是严之推的孙子 再往后数 大家都熟知的 书法家严真卿 就是严之推的武士孙 现在啊 逃离朝鲜的人 被叫做逃北者 那么这些南北朝时 由南入北的贵族 书中称之为北奔 这个奔是奔跑的奔 北奔贵族传播制度的现象 在礼仪行律方面非常突出 后来很多参与隋朝制度设计的贵族 大多也是他们的后代 这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陈英雀怎么总是 依据几个贵族的事迹 说哪个制度源自哪里呢 这和我们平时说的 少数人无法决定历史不一样啊 可我们回过去看 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 制度这个东西 当时还真是只能依赖 少数几个人来决定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正文第一段 陈英雀引用新唐书 李月志 阐述了一种现象 汉代以来 礼仪制度大多只是纸上空文 只有极少数 专门负责管理的官员才熟悉 大部分官员和天下百姓都不清楚 陈英雀选用这个作为全书开篇 为后面用贵族家庭 来分析制度源流做了铺垫 他认为 在六朝时代 通晓某种专门学问的人不多 专门掌握某一学问的家族 对制度或文化的传承来说 有时候是决定性的 研究制度的源流 很大程度上要分析这些家族的示唤经历 我们常用开放包容 来形容隋唐帝国 海纳百川的气度 其实隋唐王朝财政制度的灵活多变 恰好能说明这种不拘一格的心态 陈寅确认为 唐代的财政制度 本来是和隋朝一样 沿用北朝的系统 没有多大改观 等到武则天时期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北朝原有的财政制度 已经不能适应大一统帝国的需要 朝廷就转而采用南朝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点 陈寅确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唐代交租 原本是用粮食 但到唐中期 开始仿照粮臣的制度 折成布匹缴纳 南朝以来 由于商业发展迅速 经济活跃 交换能力强的布匹 在南方开始取代粮食 成为交租的标配 隋唐统一南北后 南朝旧地的这个惯例 被维持下来 等到唐代中期 北方经济也达到相应水平 这时候 原本在南方成熟的这种财政制度 便被中央王朝采用 有人可能会问了 北魏的制度来源是南朝的宋和齐 现在第二个来源是南朝的梁和尘 这不都是南朝吗 南朝每个朝代就那么几十年 还能有多大区别 当然有区别 而且某些方面区别还不小 陈寅却把北魏孝文帝改革 称为一次制度大集结 这次改革中 保存在北方的魏晋制度 和北奔贵族带来的南朝前期制度 产生了一次系统的融合 在这之后 虽然北方制度还有小的变动 但主干变化不大 并被延续到北齐 我们知道啊 南朝有宋齐良臣四个朝代 孝文帝改革的时候呢 时间正好是南朝的齐朝 他吸收的是宋齐两朝的制度 但在孝文帝改革同时 南方出现了一个十分有作为的雄主 他就是良朝开国皇帝 梁武帝 梁武帝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 他对南渡以来 南方继承的魏晋旧制度 进行了较大变革 比如我们现在熟悉的 中国古代官员 分为九品十八级的制度 就是他那时候定型的 隋唐制度第一个源流 是孝文帝时期西说的 南朝前期制度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刑律 陈英雀就说 隋唐刑律进城北齐 元祖北魏 其中江左因子虽多 只限于南朝前期 那么第二个源流 也就是梁武帝改革后的 南朝后期制度 算是独立于北魏体系的 第二个浪潮 另外 隋唐财政制度的一部分内容 是北魏吞并和西梁州 也就是今天的甘肃西部时 从地方上采纳过来的 书中是用河敌法的推广 来说明隋唐财政制度中 存在的梁州元素 河敌法是一种在 河西地区的 粮食收购和储备制度 敌是上面一个入字 下面一个米字 顾名思义是收购粮食的意思 也就是辖区内的人 要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作为储备用粮 在唐朝啊 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 周围人口除密 为缓解粮食紧张 唐朝通过运河江淮地区运粮 但长距离运粮损耗很大 唐玄宗时期 把河敌制度在关中地区推广 不再从外地调粮 而是平时就从长安洛阳附近 收集粮食 作为储备用粮 这种原来在地方上的制度 由此变成了一种国家制度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唐朝为什么能征服 如此辽阔的版图 唐朝军队依靠的是 是一种什么样的军事制度 相信不少人都背诵过中学课文 穆兰茨 花木兰去军队报道之前 先做了一件事 买装备 东是买骏马 西是买安奸 南是买配头 北是买长边 一个战士 怎么还要自己准备装备呢 作为一首北朝末年的民歌 穆兰茨反映了北魏的情形 当时的士兵有专门的军级 平时是农民 战士呢 是战士 他们平时散在各处 一旦号角吹响 都要跨上战马 自备武器出征 所以穆兰茨里说 昨夜建军铁 可汗大典兵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他们天生就知道自己要上战场 这种军级制度 甚至成为了一种荣誉 是地位的象征 北魏后期 在北方边境 设置了六个军事重镇 替赴从军的花木兰 极有可能去的就是这里 六镇之中 有一镇叫做武川镇 北周的实际建立者 宇文太 隋文帝扬间的父亲杨忠 唐高祖李渊的爷爷李虎 都出自这里 陈寅却给他们取了个名字 叫关隆集团 从周到隋 由隋到唐 政权的更替 完全在这个集团内部完成 北魏分裂后 东魏和西魏 分别被自己的全城控制 此时的南方是南朝的萧梁 这三国之中 关隆集团 宇文太 控制的西魏 实力最弱 不但人口最少 地盘最小 在正统问题上 也处于劣势 高欢控制的东魏 占了中原 那是地理上的正统 南朝的萧梁 专是衣冠礼乐 那是文化上的正统 此时 窝在八百里秦川 天天吹西北风的关隆集团 能拿出什么 三国时期 蜀国最弱 但六出骑山 九罚中原 一直拿出最强势的姿态 求生存 关隆集团的取胜之道 也是如此 公元五百四十三年 西魏在洛阳外的 芒山之战中惨败 痛定思痛的宇文太 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 宏图大业 把先前北魏 兵农合一的制度 做了一番改造 推广到西魏境内的 所有民族 最终形成辅兵制 此后 这种军事制度 成为了握在 关隆集团手中的 一把利剑 开疆破土 所向披靡 三年后 西魏就在玉璧之战中 扭转了北方的 军事天平 十一年后 西魏一举拿下 长期被南朝控制的 江陵 并夺取了巴蜀地区 为随后北方统一南方 创造了战略优势 辅兵 自从产生到完善 直到形成 北方统一南方的局面 只经历了短短的十余年 后来隋朝用这套军事制度 最终统一南北 唐朝 更是把它发挥到极致 说到这里 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从前面的介绍中 我们可以看出 隋藤制度主要有 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来源 是北朝的北魏和北齐 第二个来源 是南朝的梁和陈 第三个来源 是与隋唐政权一脉相承的 西魏和北周 陈寅雀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用这三个来源 来分析礼仪 直观 刑律 音乐 财政 兵制等六种隋唐制度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发展过程中的源流和脉络 用三根线就串起了十四部正式 这也是这本书的神奇之处 以上就是我们对全书内容的介绍 下面我们来补充一些作品之外的故事 希望辅助你更好地理解它的风貌 首先 这本书记录了陈寅雀智学思路的变化 陈寅雀曾在海外学习东方学十余年 1940年代之前 他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西方汉学的热门领域 比如佛教史 突厥史 敦煌学等等 但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7年 北平县落后 陈寅雀父亲陈三丽 有感于国事 绝世而死 他本人则随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 短短几个月时间 他经历了国破家亡 又目睹了流民颠沛流离的惨状 南迁途中 藏书和手稿或毁于战火 或城乡丢失 加之西南交通阻决 使得他逐渐脱离国际汉学界 很多新材料和新信息 无法及时了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陈寅雀开始了他人生中 第一次学术转型 而随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就是这次从东方学到 中国古代时转型的第一部著作 陈寅雀说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随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就是他这一想法的体现 第二 陈寅雀却在写作该书时 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 为此 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 北魏制度中的梁珠成分 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内迁之后 相当一部分没有难度的世家大族 迁徙到了今天的甘肃西部 当时的梁珠刺史张鬼 在这一地区建立避难所 让百姓远离战乱 中原文化得以保存 后来北魏统一张氏政权 这些原本保存在 河西地区的魏晋制度 又被北魏吸收 成为了随唐制度渊源中的组成部分 陈寅雀说 保存在河西梁珠的文化 上城未尽 下起隋唐 成前起后 继绝扶衰 这种评价来自陈寅雀 在抗战时 对民族命运的信心 隋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成熟于1940年 当时中国大片国土 被日军占领 民国政府被迫前往西南 陈寅雀强调梁珠的地位 是在提醒中国人 既然梁珠一个角落 能成为隋唐文明的源头 那么西南地区 一样可以保存 并延续中华文明 学术追求独立与自由 但并非高悬在真空之中 陈寅雀在时局中 流露出的情感 也算是陈寅雀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忍不住的关怀吧 好 隋唐制度渊源绿论稿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